在和云顶种植管理层开会之后 行家对这家公司的前景展望 做了什么样的修改呢 你好,欢迎收看《行交论股》 我是横宝鑫 云顶种植种植园的平均棕油树林 正处于成熟时期 MIDF研究相信 这可让该公司今年的盈利更清晰 也带动了增长的前景 假设按每公顷17.3吨的鲜果串 收成率来计算 134,313公顷的成熟种植园 预计可收获超过234吨的鲜果串 看回今年首季 公司因为下游制造业的销售比较低 导致营业额下滑 不过上游原中游的平均售价 依然取得增长 管理层也透露 失肥和劳工成本还算受控 因此行家将本财政年的盈利预测 调高18% 但明年则下修14% 同时将目标价从原本的10令吉时限 下调至8令吉 但维持买入评级 基联脱售保险和资产管理业务的 iPhone银行 能不能靠着专注核心的银行业务 打出一片天呢 iPhone银行正在脱售非核心业务 预料本月底可完成脱售iPhone黄氏资管公司 这可让该银行获得15.4亿令吉的现金 并让一级资本充足率提高至16% 肯纳格投降研究预计脱售所得的25%将用来派息 至于iPhone安胜普险和受险业务 最终将整合在意大利保险公司 中立集团的旗下 而iPhone银行将以联营的方式 持有整合保险公司的30%股权 整合后的总保费达到21令吉 相信可提高保险业务的整体贡献 此外iPhone银行也对今年取得 业界最高的贷款增长12%充满信心 行家维持盈利预测和超越大市评级 目标价为2令吉45仙 马兴集团再次推出价格清明的 MNOVA可负担项目 会受到行家的看好吗 马兴集团发展总值7.9亿令吉的 吉隆坡甲洞MNOVA服务室住宅项目 ATA和BTA已经开放登记 并将在今年第四季推介 该项目的平均售价 比最靠近的高楼住宅项目 低了10%到34% 大马同胞研究相信会吸引到年轻的买家 尤其是首购族 MNOVA的设施齐全 包括游泳池、羽毛球场、电招车等候区 慢步区和脚踏车停放处 同时也采纳了绿色设备 如电动车、充电站和自动垃圾收集系统等 由于售价可负担 加上甲洞和士拉央成熟社区的密集人口需求高 相信反应会很好 这个项目预料将在2026财政年完成 行价看好可在中期内维持产业业务的盈利 因此维持财政预测和87线的目标价 建议买入